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9月25日 已經是 星期三了 這個世界 男女平等的 很多地方也是啦 有些地方更加平等 在美國的左派 會令男女失行 在中國 實際上 男女是否絕對平等呢 不過 在貪污 在這個 利用濫用職權方面 其實男女 是接近平等的 大家都知道 共產黨上台以來 甚至乎未上台之前 他們 通常都是男人狀惡 女人 很少站在前線 通常在後面 女人可以做甚麼呢 通常就是做老婆 供這些 大陸 土匪 賊頭的玩弄 他們主要是相夫餃子 照顧家庭 最 出名的女人當然是江青 毛澤東之後 最初也沒有甚麼 直至到 文革 大展所長 發揮了他的所長 據說江青有男寵 其中一個 就是當時的乒乓球的 奧運冠軍 是不是奧運 當時還沒有奧運 當時還沒有參加奧運 因為中國 在西方的奧運 那個應該算是世界級的冠軍 叫做莊則棟 據說是江青的藍寵 又稱為 面首 男人玩女人 女人 如果有權力的話也會玩男人的 這個世界 我們看到中國有一個女皇帝 武則天 之後 也有 韋侯 武則天之前也有一個 賈侯 實際上這些 跟男人一樣 也是 有了權力之後就跟男人一樣作惡 中國裏面的貪官 男女比例當然是男人高很多 女人不是沒有的 也有 最近有個出事的貪官 被判13年 有其徒刑 他也被揭發 除了他是貪污之外 還傳出他 他跟58個客屬發生不倫的關係 由於 他 十分之大食 每一次 都需要10個猛男 男總 輪流去服侍他 真是很誇張 我們看看是誰 貴州鉗藍州的前州長 鍾陽 他被控貪污人民幣 5,896萬 判處有其徒刑13年 開除出黨籍 他在職務期間濫獄 職權收賄 威逼利友 58個男下屬 成為了他的男寵 那些男寵為了可以升職 發達加身 也是甘願受他的凌辱 部份年輕人逼於他的淫威 不得不屈服 更加有網傳影片 每次他都要10個男人上陣 去服侍他 好厲害 不得了 早在今年 2月份的判決出路前 就有大陸的媒體爆他了 中央 這個女人 今年52歲 她的人生教條 可以說是一個很顛覆大家的三觀 但是這些是中共的潛規則 什麼呢 睡過的床越多 官位就越高 當時有知情人士透露 中央的家 辦公室以及公務車上面 都放有大量的保險套 安全套保險套 身邊的男性只要被他 看中的話 沒有一個可以逃出他的手掌心 聽出來 沒有一個可以逃出他的手指 之前也有當地的網友去指控 他說中央平時已經不掩飾他有包養男寵的事 經常出雙入隊 大方進出摩鐵 報導指出 中央的女官員 出身是貧富家庭 父母在咬緊牙關 才供他上去讀書 他也沒有辜負家人期望 在那個年代考上大學 畢業之後 加入共產黨 共青團 就開始他的從政生涯 他很年輕就升到部長內26歲 升到部長級別的職位 身邊很多人對他充滿定義 但是只有老部長對他同外有加 很明顯 他就是靠上床升上職位 其實 在官場 在職場 通過 靠上職和上司發生關係而升職大有人在 包括 現在選的總統 也有被稱 被人說他 是靠上床升上職位 做檢察官 當然是在說哈利斯 或是叫甚麼 賀錦麗 他也叫賀錦麗 英文 通常 華人媒體就多說哈利斯國 我們不是支持他 因為我本身也不是喜歡這些人 問題就是 現在 是 Lesson Evil 我們只能選一個沒有那麼邪惡的魔鬼 所以有時候也不能選擇 你們不要吵我們 支持哈利斯 我不支持他 沒有辦法的 當然我也沒有票頭 我們作為一個 地球人 我們只是一個希望 這個世界 都需要公義 不是說 你說的東西是說大家鬥自私 鬥自私 就沒有辦法令美國更加強大 我們再說一個靠上床上位 尤其是職場 官場因為女官少 大家要明白 中共也是因為有江青之後 他們很多時候的女官難上位 女官上位主要是靠上床 不然沒有機會上位 每一個女官可以升得快 一定是靠上床 當有些 官員上床 自己上到高位的時候 他也要覺得 以前我被人玩的時候 我現在老娘 是有權了 我也要玩一些男人 所以下屬 每個人都逃不出他的手指 這些不奇怪 但是你應該比例少一點 職場就會多一點 因為 尤其是西方社會 西方社會 女上司會不會搞男下屬呢 有很多 也有很多男下屬 為了上位 當然有些是被迫的 有些是致遠的 有些是公於心的 就是追求上司 這些一定有的 不論男女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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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位 任何的行業 都有機會發生這些事 只要他 有 這方面的需要 也有人 希望有捷徑 有時候沒有辦法的 身體 就是一個人 最天然的本錢 有人願意出賣努力 打工 一天去做18個小時 打工一天睡6個小時 或者睡4個小時 有人去打工 賺錢回來 養家養妻活兒 也有人不想那麼辛苦 我可不可以透過我出賣 身體 獲取我的成果 如果不想努力 實際上是有的 當然 你也有些條件 難道白兩金會養的人包養你嗎 有時候大家也知道 好像我們本身 以前年輕人 有兩分知識而已 現在年紀大了沒有了 我們只能靠我們的努力 或者靠我們的口才 靠我們的 食魯 希望 多量 想多一些不同的話題 告訴大家 分享多一些故事 我們除了分享故事 也是有少少教育意義的 我們也希望 從我們以往 過往吸收的 一些經驗分享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 少一點糟糕 不要被那些 被人騙到 對於職場也好 官場也好 尤其是男人 靠女上司上位的也不少 很多時候 這些事情其實是 沒得怪的 因為 每個人都不想那麼辛苦 有誰希望工作18個小時 沒有人想 我如果有能力 我也希望 不想努力 問題就是自己沒有知識 即是 知識是那個美貌的意思 當你年紀大了 沒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要努力 在其他方面努力一點 動多一些腦筋 量多一些不同的東西 又或者 是 自己節省一點洗 很簡單 當你那個 環境好的時候 你就可以洗大一點 環境不好就節省一點 這些事情是沒辦法的 沒得強求的 當你 強硬 要上位的時候 你就要付出很多東西了 尤其是 中國 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 現在 你看到越來越難賺錢 他們說在夜總會 很多年輕人出來做 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就是在夜總會 所以我們之前做過一節 男的入黑社會 女的服務夜總會 沒有辦法的 真的 當然 大陸你說有沒有鴨店 有的 問題是你具不具備這個條件去做鴨 有能力就做鴨 沒能力就辛苦一點 做牛做馬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雙人房、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就知道是否還會比較BTS 我們也是有旅遊包裝的 有旅遊喔 我們也有旅遊包裝 現在這就是これで 我們可以自在有區域的 也是因為 雙人房